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們Bright Time 我是誠仔 誠實地產仔 聖誕節過時 小朋友拆禮物拆得開不開心 我們就依然是忙著去找靚屋給大家 今次再回來曼城其中一個最熱門的地方 Stoppard 找到這間三房 Freehold 半獨立屋 售價是25萬磅 蒸儲這間屋出來的原因是只有一個 作為一個業主真的很美女 不是開玩笑 有興趣WhatsApp再說 我說有興趣那間屋我們WhatsApp再說 認真 這間屋便宜的25萬磅 裏面都OK的 而且位置上很近視中心 但這麼便宜一定不會完美 入屋看看 Postcode SK14NN 位於曼城東南面的Stockport 開車5分鐘就可以去到Stockport市中心 所以這裏生活都很便利 全屋實用面積767呎 樓下是好市正的客廳 還有一個長型開放式的廚房飯廳 樓上就是3間睡房 加上Family Bathroom 樓下沒有洗手間 先說了Disadvantage 這間屋最不好的地方就是它沒有driveway 可以給你泊車在門口 去到片尾可以大家再看一次 當你走出門口之後 其實你會發現有一個弧形的公家草地 你是要穿過這個草地 才可以去到On Street的parking 當然On Street你是可以拿到Resident Permit去泊車 但是始終你都需要走穿過這塊草地才進入屋 所以下雨的時候就有點麻煩 但是整體上 屋內的環境是可以接受的 是不錯的 尤其是樓下的condition是非常之好 因為它全部鋪在Lamage地板 場子亦不老土 可能加上我進去看的時候 它佈置了很多聖誕裝飾 所以網上其實很舒服 再反過來說 其實前院如果不是對稱馬路的話 是隔了一重草地的話 好像現在這樣看出去 你會發現私隱度更高 而且沒有那麼吵鬧 所以某程度上它也是一個好處 廚房位程U字形 有洗碗碟機在這個位置 升盤也尚算新整 也有一塊很大的玻璃槍可以看到厚花園 景觀也挺漂亮 電磁爐主食位上已經鋪了磚 而且有外循環的抽油煙機 廚櫃也尚算新整 而且間隔也挺好用 焗爐在這個位置就不用烏身拿東西了 樓下的缺點就是沒有多個洗手間 樓上有些鋪地毯 有些是鋪地板的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需要要換 因為那個condition都ok的 如果真的還有些閒錢可以裝修一下 我建議是換一下門 因為那些門是有點舊的 還有整個浴室 換一下門 整個浴室 添置一下新傢俬 這間屋就會換言一身的 好了說到這麼多了 因為明天還有幾個派對 要去跟我兩個兒子去 有興趣的朋友 立即聯絡我們Brighttime 預告一下 我們12月31日 將會有一條 好好看 很重要 很有用的片要上 密切留意 我是誠仔 誠實地產仔 記住這個世界是沒有完美的屋 只有適不適合你的屋 下午再見 預祝大家新年快樂 拜拜 我們 Chamber of the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這可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